真刑警抓假的侦查队长 新北市土城警方接获民众检举 一名男子疑似持有多把枪械 警方前往他的住家抓人 果然在车上搜出到了震报枪 空气枪还有多发子弹 还意外发现到 嫌犯的家里藏有刑警的背心跟帽子 就连直称印章都有 他公称是因为看电影觉得警察很帅 才会买来搜藏 嫌犯住家被搜出刑警背心 还有刑事局英文CIP的帽子 不只如此 他连植物印章也都穿变变 搜索的员检抓到假刑警队长 还以为在开玩笑 摇摇头不敢置信 而警方吃水会锁定他 因为他之前持枪逛大街 被民众检举 新北市土城这名无形嫌犯 遭检举疑似持持枪 警方在那车内搜出的空气枪 以及改造手枪跟子弹 为什么会有警察背心呢 他说是看了电影之后 觉得警察很帅 上网当警察 才会在家里假冒侦查队长 警方将男子送办 以将枪支送往来鉴定 好在男子没有将衣服穿上了大街 否则恐怕又得多吃一条罪 记者成长张士奎 新北市报道 好